俄罗斯和法国最近因为叙利亚问题是关系激动 总统普丁延后巴黎行之外更是火力全开 批评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散播仇恶甚至是恐恶的情绪 认为他们把所有事都推到了俄罗斯头上 让他感到非常不满 俄罗斯和法国的关系最近可说是降到冰点 俄罗斯总统普丁无限期延后巴黎行后 最近更指控法国简直是挖洞给俄罗斯跳 逼俄国否决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所起草的叙利亚决议案 决议案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阿勒坡 但俄罗斯否认蓄意针对阿勒坡的平民进行攻击 让两国的紧张气氛逐渐攀升 俄罗斯总统都被罵了所有死亡的罪 他说没有人跟我们聊天 没有人跟我们聊天 而只把那份设计进去美国安理协议 显然期待我们的罪名 为什么是这样的 接着普丁在批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利用俄罗斯当作政治手段讨好选民 他更强力否认俄罗斯害入民主党电邮的传闻 普丁的炮火可说是火力全开 12号时他又猛击英国的外交大臣强身 煽动民众在伦敦的俄国使馆外抗议 谴责俄国轰炸阿勒坡 他表示强身也陷入疯狂的恐恶情绪 并且指出强身指控俄罗斯轰炸叙利亚 只是茶壶里的风暴 英国的泥水别来搅局 就连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在议场和CNN的访问中 也毫不留情地批评美国 主持人先是问他对川普最近侮辱女性言论有何看法 尽管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先推辞英文不是自己的母语 但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我并不知我会出现 我并不认识 有很多人在你总统的抗议 这番话让主持人大吃一惊 笑到甚至说不出话来 直呼这番言论吓他一跳 尽管各界都在指责俄罗斯空袭叙利亚 俄国人强力反击捍卫自己的立场 欢迎新闻综合报导